CI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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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間補償障礙 Ultra Dash Z3 Ultra Dash Z3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Bizoon Fitness Bring the Gym Home 錄了? 今天錄什麼? 老司機來帶錄 小師的一日體驗 今天很特別啦 我們現在要去找一個是那個頻道的 叫做立技風 頻道主叫做阿飛 那很早以前我就有在看他的頻道 然後我不知道他其實也有在看我的頻道 所以就這樣我們就聯繫上了 我今天後來忽然想到 我們這次如果在拍我們又多了一個技能 什麼技能? 我們有打保齡球 有幹嘛 打棒球 還有什麼? 剪頭髮 剪頭髮 反正我們要一大堆嘛 唱片公司體驗好像還沒有剪 對不對? 對還沒有 看你啊 反正我們有體驗這麼多項目 我們今天終於又多了一樣新的了 去體驗格鬥技是不是 其實我不知道那叫什麼 我其實有些地方我看不太懂 所以今天順便去就可以多了解一下 順便可以跟各位觀眾推薦一下 我覺得那個是蠻好看的 小時候都會看摔角嘛 有沒有那時候講什麼長州立啊 賀田啊 我跟你講像是美國那種什麼 MMA啊 還是職業摔角啊 什麼 那時候最喜歡看的就是那個出場友 那個配樂 然後要穿披風啊 有的是他媽的戴面具 有的出來 插 會噴那個乾冰 這樣 有沒有很屌 然後有的一出來 அ 然後大家一起拍一首 knapp 等laub 觀眾朋友都開車了 那手要扶他 就出來 出來好威風好帥 有沒有 然後出來被打成豬頭 所以這個 也是我常常看的一種 一個ey אותו頻道類型的其中一種 今天有機會 我們就去找阿飛 他叫阿飛 去開箱一下他的工作室啊 訪問一下 了解一下這個賽事 有機會的話看能不能叫他教我 教我幾招 現在社會嫌惡 雖然這個大家現在都比誰的武器比較好 現在沒有在刺手空拳 可是還是要講武德 講到武德我真的覺得他們那種賽事 尤其是日本的我常常在看的 他們最厲害的一點就是 他們雖然打到頭破血流 他們到最後都還是會互相擁抱 互相敬禮 互相握手 頓重 對就是讓你覺得說很有武德 尊敬這個運動 很有教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看那種畫面 我覺得那種畫面很舒服 好啦接下來我們是潛化我們的目的地 看今天能夠踏出什麼火花 飛行槍捧著很奇怪 來立即風有沒有 哇這是我最愛看 少數我有幾個我有訂閱的頻道之一 本身YouTuber是很少在訂閱頻道的 謝謝老師 來來介紹一下阿飛 大家好我是阿飛 我跟你講今天來到他的工作室 這個滿滿的公仔模型 宅男 可是雖然說宅男有在打格鬥 應該不算宅男 宅男是像拿攝影機的那一個人 所以我算陽光宅男 你看阿呆跟你一樣有那個耶 阿斯拉 對啊 有我看啊我看你們那個 可是他的不會動 全場最有興趣的就是那個手套 無限手套 那個因為他那個保持已經收集滿了 我直接帶走就好 那是不是鋼鐵人 I'm Iron Man的那個 對我直接彈就好了 那這個今天為什麼會來到這邊 因為這個我平常都有在看格鬥 就是在YouTube上面有很多格鬥 那姻緣機會 認識了阿飛 那你也知道我們職業蹭了 那不是我蹭小師哥啦 我們職業蹭了好不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頻道推薦一下 尤其要去看兩個 一個就是Costco打架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踢香膠素的 把香膠素踢斷 那真的太屌了 然後離不開現場 那個我看的時候我腳都痛了 那感覺像什麼 你看很多人被踢到雞雞 你雖然是在看他被踢到雞 看你雞雞覺得怪怪的 有沒有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會不會有帶路感啊 你看別人踢到雞雞很痛 你就覺得我雞雞怪怪的 怎麼會這樣 所以看我那個片子腳會覺得很痛 對腳會覺得很痛 如果有人踢的斷真的很強 然後這個格鬥看得很舒壓 我覺得今天來當然 因為阿飛一直在推廣這個格鬥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除了來開箱他的工作室之外 我們要開箱他的車嗎 有機會的話可以喔 有機會的話可以 這個講到車喔 我就要來補充一下 為什麼當初我會就是看到小獅哥 其實當初阿 我那時候是去年差不多 10月11月 就年底的時候我開始要換車 然後我都在看 然後我本來有在看那個 編帶218 218 那時候在Youtube直接就搜尋 就我那台新車那台 然後我一看到5000公里就屌恰 我就直接打消面頭 從那時候開始也開始看小獅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讓你們少賣一台 後來你就轉成什麼車了 後來看那個 明是A-Class 那也是我以前也曾經是買過新車的 好不好 但因為前陣子有看到那個小獅哥講說 這個A-Class怎麼像國產車的那個 我又心裡想說 是不是又買錯了 沒有啦這個就是喔 因為我們看的車夠多啦 這是油減路色液 油減路點就是這樣 對啊如果我一直都在開March 我當然也覺得 明是A-Class超棒的 對因為我前一台是那個 Toyota的Yaris 所以我會覺得有感 超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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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一步 往上爬 那今天我們除了開箱工作室 開我們機會開箱阿飛的車以外 有沒有準備什麼這個 比較輕鬆的體驗 例如吃吃和牛啊 還是整個嘗嘗咖啡阿 有沒有類似這樣 我們的頻道應該是要 打大拳 打拳 對因為我看小獅哥最近 你們那邊直接用一個健身 有 小獅哥不只有看比賽 應該 拳腳我覺得應該也滿不錯 沒有啦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 讓小獅哥來試試看 進行大拳訓練 到時候待會就讓他見識一下 什麼叫做花拳繡腿 平常都看鐵鼠摩承秀阿 今天讓你們看花拳繡腿是什麼樣子 對看能不能訓練完之後 下一次我們就拍一個特輯 像是這個快打旋風 打車子 打車子的樣子 找小獅哥現場的車子直接 打爛 沒有第二句話 你要不要參加 如果我用這個計畫你要不要參加 好務必找我 我在旁邊看 踢後照鏡踢下來就好 後照鏡應該滿容易的吧 我一邊留給你喔 所以是呆哥要 你不要自己沒踢到 然後會空跌倒喔 好不好 好那這個我們就去試一下啦 走 我們今天來到阿菲家附近的運動中心 這個算是公園 你的運動中間 對我在旁邊運動 哇這個手套超特別 無線手套的手套 戴這個去打會不會比較有殺氣 手都直接瘋化 今天你要打算要教我什麼 先教最基本的拳 一個組合拳讓那個小子哥嘗試一下 好試看看 他這種打擊的手感 我們這種王八拳的 我們來看看可不可以 不要再當王八了 好我們要馬上處理下去囉 喔直接插 好 先試試做手 好 看起來超兇 好 最基本 最基本我先教小子哥最基本的那個 讚法 小子哥是右撇子嗎 對 好所以我們讚的方式呢 那就是左 你再問一次 是右撇子嗎 我下撇子 唉 唉 基本上我們雙腳要站與肩同塊 與肩同塊 左腳會站稍微前面一步 雙手拿在臉部的高度 左手會拿在前面一點點 然後這邊自然的往內收 這樣子就是基本的戰鬥架式 稍微微蹲 然後我們會用腳尖啊 微微的點起來 所以我會腳跟不落地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我移動會比較方便 那等一下我們打的第一個拳是 左刺拳 左刺拳的時候 我們是戰鬥家是站好之後 踩 左腳出去的時候 把左手伸出去 對 但是右手不做事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鋪好自己的臉 然後二的話 就是右拳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 左右 那第一個是左 左腳踩出去 好 右的時候 轉後腳 一 很好 好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左右組合拳 我們接下來呢 我要拿把 讓小資哥試打一下 左右 我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幫我聊一下臂斬 哈哈哈哈哈哈 臂斬其實跟自己的身高差不多 對 不會差太多 然後怎麼抓距離就是說 在攻擊到這個把的時候 手伸直的狀態下 是最好的距離 所以小資哥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先打一個左拳 踩出去的時候 左手打到把距離的中間 每次攻擊的時候我們吐氣 把它當成是模仿拳鋒 嘶嘶 的這種感覺 你挺得住喔 可以 等一下打一個自己手指頭 要不要鼓掌 但是先表他用力 先試試看 試拳 欸很好 欸很好 左手 欸很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換成左拳接右拳 好 一二 好 上半身的重心不要往前跑 對我往前跑 你就留在中間 拳斷進去就好 來一二 小資哥 很有天分喔 那接下來呢 我講一的時候打左拳 講一二的時候打一二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複雜 來一 四 來一二 二 四拳試試看 一二三四 累了 他只是熱身欸 一回合都幾分 三分鐘 對喔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很多觀眾朋友 或是說你剛開始在接觸 格鬥運動的時候 會覺得說 很像進入精神時間光霧 對 什麼三分鐘滾那麼久 三分鐘你會覺得是這樣十分 你覺得卡卡卡卡 想說30秒 但30秒其實很久 超久的真的 好那現在這個基本的全會了 我接下來教小資哥一個近距離 要做哪些事情 那 喔不是這樣喔 喔不是 那對方可能會 騎到你 教一個 泰拳很常用的 西狀 西狀 西狀要注意喔 我們在什麼時候運用 就是在近距離的時候它會用 我不會在這麼遠的時候用 因為你看我撞不到人 原本張上架是這樣 右手往後滑的時候 你看我的身體 下 對 然後這裡要往前推 這應該是小資哥最會的動作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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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對很好 吞關節要往前 對很好 然後左手就是在臉上 不用動 動 欸 nice 肚子再推多一點 再一個 對 加西狀也會了 那我們把剛剛的三個動作 合在一起 好做一個動作 好 1 1 2 動 對很好 欸 2 欸 1 1 1 2 動 回 還沒有回喔 不夠回 對 你就動 回到後面 欸 欸 Nice 不是吧 不是吧 沒有那麼簡單吧 好 那接下來 我要讓小資哥做一個實戰演練 屁啊 來怎麼樣 我們做一個互動 等一下我們做1分鐘好了 1分鐘 說你先攻擊我 你要用拳套碰到我的肩膀 碰到我肩膀的話就換成我攻擊你 你要想辦法不要讓我被你碰到肩膀 但是我只能用左手攻擊 你可以用雙手攻擊我 那我要什麼戰 移動 移動喔 躲開 累死了 一定很累 就是模擬一個戰鬥的狀態 最好的方式是你離開 像剛剛招攤未來 他會離開對方的攻擊範圍 他會離開對方的攻擊範圍 這打完就跑了 這打完就跑了 但是不能這樣啦 我們來試試看 這是進階了 實戰狀況 預備 好算我被摸到了 好再來一次喔 再來一次喔 第二回合我 小隻哥我再讓你多一個 你除了摸我肩膀之外 你還可以摸我膝蓋 怎麼摸 是喔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騙我 比如看上面 喔 用什麼這樣 張榮出海 躲不掉 躲上面躲不掉下面 好我們試試看小隻哥 雙龍出海有沒有效果 Go 來準備開始 有有有 算摸到了 雙龍出海成功了 好來喔 不錯喔 不錯喔 太摸到了 哈哈 他在目撥到我 他累死了 挑戰完成 這真的間歇有氧 我跟你講 泰莎減肥是不是 就要跟他買課 我們才 開始五分鐘而已 喘成這樣 所以我認為這個 練這個應該 會瘦很快 那我再問你這個 就是我公司 有做了一個沙包 那你覺得說 像我們自己 我要練那個沙包 我有什麼樣的動作 可以自己練習 因為沙包它不是人嘛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個 比較固定的角度 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攻擊的時候 比如說 剛剛在打1 1 2 這個最基本的拳的時候 想辦法打在 自己頭部的位置 你要打對位置 攻擊 然後剛剛的距離也是一樣 想辦法 手要伸直的狀態 然後這個 手要伸直的狀態 然後還有 比如說 左勾拳 右勾拳 但是上勾的不要打 上勾因為角度不對 因為你看 它沒有 它是平的 可是你上勾 你不會打到勾弓形 所以你可以打 直拳 勾拳 然後剛剛西裝的可以做啊 那勾拳有什麼訣竅 勾拳的訣竅就是 我要用身體做旋轉 因為大部分很多人打拳 就會犯一個錯誤 就是我想要用拳頭打它 可是其實不是 我是要用身體幫忙 先做一個反向 立起來 動 然後再回來 因為我的沙包 我哈不浪噹站在那邊 站著直拼拼的 我不知道要對它做什麼 像這個直拳勾拳 覺得過了嗎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啦 剛剛講的 要用身體幫忙 打 打架都這邊很容易受傷 很容易受傷 跟丟棒球很像 對丟棒球其實也是全部的 對 你如果只用手去撐的話 丟不遠而且容易受傷 所以它剛剛有一個重點就是 要扭身體 對扭身體 出拳的通知要扭動你的上半部 這樣沙包打起來才會大勝 先把他打你一下 先把他打你一下 我帶那個 一二 上 一 一二 上 不要再加速嗎 為什麼我揭拳你會喘 一二 上 一二 上 加全力了嗎 八九三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全力來一下 等一下就 反正那根心蠻近的 是根心蠻近的 長根啦 長根 好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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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有吧 有吧 你只是要那個聲音而已嘛 對不對 那你就去錄我啪啪啪就好了 有點大聲耶 有沒有 這跟那個 棒球節目有沒有 扶手接完球 都一定要把手拿出來給大家看 好 那這個拳也接了 阿呆剛本來要結束了 硬要叫我接人家的拳 搞一個我現在手有點抖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來觀賞一下阿菲的車子 西巴格 一年間的保証障礙服務 Ultra Dash Z3 指標最強的Dual Lens Bison Fitness Bring the Gym Hom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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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個大家叫我把霸精神師證 好我今天很高興這個 終於看到阿菲的座駕 愛車嗎 對剛換沒多久 去年5月底 所以開了半年 8個月 我那還是新車耶 現在跑幾公里了 現在一萬一左右 欸那你開滿多的 因為 所以算是業務工作嘛 所以還是 你自己的車跑業務會不會太耐用 但因為公司也沒 順便抱怨一下 好它這個是A180 幫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它對這台車你做過了什麼更動 當初就是AMG版本的嗎 AMG版本 對 然後就換了那個 四五樣式的那個水箱護照 就直炸式的 對因為我覺得比較 比較好看 頭燈有那個貼薰黑 因為沒有拳擊天衝嘛 就直接上面就直接把它貼黑 我之前那台A250也有貼 有沒有 這就是它每天穿的A卡的桶 對 窗框跟這個 我只有直接把它 就是把鍍鉻全部貼成黑色 是用貼的 對因為那時候本來要選椰色 可是後來來不及換 對它已經就是定下去做了 Black Edition 然後跟尾巴 就是排氣管就是跟前面一樣 但是這個下巴也是 就是四五的 你是直接換整個保險桿嗎 沒有沒有就只換下面而已 你只要換下面這一點 上面還是原本原廠 然後A45的尾段 對對對 為什麼買得到這種東西啊 現在還蠻多 因為那時候買了之後 就加入一些相關社團啊 這個是那個副廠的啦 副廠新的 還不錯 聲音如何 聲音 因為我還聽不懂 給大家吐槓一下 來來來來 很安靜欸 很安靜 欸它這個其實看起來比較沙而已 其實聽起來還是原廠的聲音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裝 這個當初 欸當初它的儀表台就是反皮的嗎 不是 這個也是我後來去裝的 它有花錢欸 它這個人是真的對誰有興趣不是假的 包含方法也是去 對對對 去包的 去給人家包的那個品牌 方便分享一下花多少錢嗎 兩萬 兩萬 喔 開了欸 然後我看這個也是 這個這也是 它原本是鋼琴烤漆 因為我就擔心 就是很容易留指紋 就直接包法師紋 給人家貼的 給人家貼的 對 它的中控台跟這個儀表板的部分都有貼 那這樣花了多少錢 還是跟這個是一起的 就是一起弄的 所以這台車你還不讓它連這一些貼膜 連管子 你除了它原車回來之後 你花了多少錢 應該花了快十萬吧 欸 我怎麼沒看到什麼東西 所以要買3T還是要這個 考量一下自己的 自己的經濟 你覺得啊 你開這個車這八個月來啊 保養過一次而已 保養過一次 原來現在一萬公里吧 太保養了 除了你自己改裝了 應該都還花不到 花不到什麼錢 那你覺得這車對你而言有什麼缺點 缺... 還是滿滿的優點 就跟遇到了愛人一樣 缺點應該就是一直會很想要 花錢 對 一直很想花錢 就只有這個缺點而已嘛 沒有什麼風切聲覺得有點大啦 或輪噪聲有點大啦 或是覺得沒力啊等等 沒有 因為前一台我是頭打鴨魚絲 所以我感覺我沒有得比較 到目前為止 目前我是覺得還好 你覺得是滿滿的優點 缺點就是會太想花錢 覺得說別人弄什麼東西好像很傻 不會啊 可是我看你花到現在也沒什麼好花了吧 你還有想要花什麼嗎 沒有了目前應該是這樣 對啊它避震器應該也不用換了 因為現在這樣其實就已經有一點點小彈跳了 對會有感覺到 對嘛 跟壓率子比起來比較會跳 沒那麼沒那麼Smooth的感覺 對對對對 因為這運動化的懸吊 對 所以這個事實證明有沒有 你有錢買了一個賓士 基本上你還要留一筆錢 你知道嗎 對我比較虛化啦 比較虛化 希望說坐進去車試空間是自己喜歡的感覺 本來就是啊 外觀也是吧 對啊對啊 你是那種停在停車場啊 或什麼離開的時候會多看自己車一眼 會 會在那邊這樣子注目一下在裡面 那你會幫你的 你的手機裡面有很多你的車的照片 其實還好 喔這個就還好 沒有因為 因為我也沒有特別想要就是跟大家講說 喔我換一台車 沒有我說自己啊 還好啊就是我手機裡面都車的照片 因為我停好車以後啊 我會怕我忘記停在幾號 哈哈哈哈 我讓他拍起來 020拍起來 這個我也有這個我也有 年紀大了 把他在停車場當找不到自己的車 這個我也有這個我也有 要不然就是什麼 拍大牌 去繳飛機的時候忘記大牌行好 原來小是個車太多了 對因為我們車太多了 真的真的就是我相信 不過我如果真的自己喜歡的車子啊 我的確是如果開到一個風景 很優美的地方 其實我還是會想幫他拍照裡面那樣 我覺得這個是愛車人的一個共同的示範 現在八個月問你而言太早了 如果對於你來講啊 雖然你已經得到的是目前你心目中想要的一台車了 那你覺得你下一台你想買的車大概會是什麼車子 我覺得可能會現在年紀 可能你說在五年之後或許有家庭了嗎 或許有要更多載人空間 或許會是想要選空間比較大的 因為的確這個是剛剛有跟小直哥分享就是 當初本來是要買 有考慮那個218i 但是因為那時候去展間一坐到這個後座 我就直接頂到頭上 我就直接秒放棄 那我就覺得可能未來是 或許不排除類似像休旅之類的 你有沒有比較什麼牌子 比較目前比較喜歡的牌子 可能還是會以歐洲車考量吧 你在路上看到什麼車 你會覺得哇好漂亮 我以後要買一台會不會 Porsche啊 休旅車嗎 對 休旅車 比如說Mekan啊 Mekan那種 對 開燕之類的 還是會特別注意一下 BMW比如說X6啊 就像好霸氣 覺得也是會多注意一下 這條是你自己貼的吧 對 就是那個啊 就是進化論 進化論的啊 那這邊有嗎 也有也有 就一起請他們處理 欸 敢啦 叫進化論 我這不是業配啊 要再上公一下了啦 你看 啊這個是喇叭開的嗎 沒有 它是那個我多裝的 你多裝有燈的 對 而且它跟這個是連動的 對 所以這是原廠的 算是副廠的 因為W177沒有旋轉高音 那你真的是花不早天 好不好 這個車我們就不要給它開了 人家這愛車才開1萬足頭公里 還是新車保護的狀態 以後這個看有沒有機會 在小師的店裡出現在愛車 這麼快嗎 搞不好你今年對不對 馬上衝破10萬之後 你就很快就換車了 就是那個周轉不靈 不是 這個是頻道效益太好 業配太多 希望跟小師哥 很快就換凱燕 多學習啊 好啦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阿飛 建議大家這個下班 有時候壓力大的時候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覺得蠻紓壓的 那雖然看不懂 那你至少正反兩方你看得懂吧 看誰打贏誰打輸 然後這個阿飛的頻道 記得訂閱小孩放在下面 真的它很認真在推廣這個格鬥啦 那我覺得它裡面它就是一種運動 就跟你看籃球看棒球是一樣的 那這個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去看看有沒有興趣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點開小鈴鐺 也別忘了訂閱阿飛的頻道 立即風就這樣子對不對 對 沒錯 立即風三個字嘛 好不好 好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欸 泰山怎麼說車還很好開啊 媽的 它推車怎麼可以推假的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還不錯 還不錯 它這個車開起來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可以呼應到我們RC200T那一集 我不是說有那種 Oh yeah Oh God 噗噗噗噗那個吐口水有沒有 Q50開起來像什麼你知道嗎 就它明明是一個日本牛 可是卻很粗糙 就當你在跟它關起房門的時候 一毛也沒刮 其他地方毛也都爆炸多 跟它恩愛的時候 Oh yeah Oh yes Oh God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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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際行駛起來你會覺得 哇這引擎運轉品質怎麼那麼粗糙 所以這個真的很貼切 就是它看起來日本沒有關起房門 怎麼這樣你嚇到 不是說不好開 它也是蠻穩定的 然後馬力啊 操控起來都還可以 可是少了一份細緻感 還是不錯的車啦 就算了